国内第八场补选山打根 国际补选后天提名 力求稳住江山的行动党 今天揭晓了战将的人选 委派已故原任国会议员黄天发的 幼女黄诗仪代付收徒 山打根补选提名 进入倒计时 与众西蒙合伙剑领袖 今早起聚山打根 明星党主席拿都斯里沙菲尔阿达 揭晓战将人选 现年30岁的黄诗仪 原本是吉隆坡一所国际学校的教师 509大选后 便担任父亲的沙巴卫生 及人民福祉部特别官员 在辅助父亲的过程中 黄诗仪感悟良多 立志为民服务 因此决定继承父亲的衣钵和意愿 推动山打根旅游业 棕游业和木材下游业 本楼下游业 相冻在哪里 交叙发 沙巴巫统和民政党已经宣布弃战山打根 而沙巴团结党主席纳杜斯里麦西木则在今天透露 该党将在明天公布他们的候选人 山打根补选将在后天也就是27号提名 投票日落在5月11号 马新社新闻台综合报道